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更有名人堂籍的高手 莉琳現場解題 妳也是孔家第一 我是七十五代 孔醫師啊 孔老師那是 對啦 他是我爸 妳好 孔醫師 來 你麥克風給他 好久不見 妳會選什麼 而常見的木屑炒麵 所用食材絕對讓妳不敢置信 全場同時 你知道全場是 這個發生什麼事啊 每一個人都 誰會是本週最聰明的 獎學金大學生 十萬元倒數四天 但在開賽前 卻有參賽者出現了身體不適 並向製作單位提出退賽的要求 因為錄影馬上就要開始 所以我不想要用 就是耽誤大家時間的方式 所以我可能必須就是 就是退出比賽 真的很可惜 然後希望所有的 接下來所有的戰友都可以很順利的 就是達成他們的夢想 因此今天參賽人數將減為27人 比賽正式開始 今天的第一組中 東吳大學的周靜宜 平時對戲曲有涉獵 而這個小嗜號將帶給他什麼幫助呢 開場措手不及 就是一題現場題 由知名音樂家帶來的演奏 會藏著什麼難題呢 請出題 剛剛演奏的樂曲 是歌劇卡門中的哈巴奈拉舞曲 是這部歌劇中最經典的一首涌嘆調 請問 卡門中 女主角此時的感情心境是什麼 一 被人背叛 悲痛欲絕 二 寧缺霧爛 看破紅塵 三 情有獨鍾 展現魅力 四 思念所愛 輾轉難眠 請作答 好 有選二 有選三 有選四 沒有人選一 選擇二的有陳偉仲 你好 您缺霧爛 看破紅塵 我是就是憑剛剛就是聽到那個旋律 然後我在想說就是 因為如果就這個旋律來講 你要講說卡門是被人背叛的話 我覺得有一點牽強 然後 第四個 他思念所愛 輾轉難眠 這個 我自己也覺得不太香 然後三就是 好像也沒那個感覺 所以我就選二 好 選擇三的周靜穎 妳好 妳好 妳選三 情有獨鍾 展現魅力 因為是之前有 我知道這個歌劇的故事 可是我也覺得情有獨鍾 怪怪 可是他那個 會不會是以為以前他情有獨鍾 後來被拋棄之後 整個撩下去 對 就我記得他那個故事 他有吸引就是還滿多個男人 就是 可是他聽那個音樂的感覺 有那個展現魅力的感覺 其他有沒有答案 張世偉 我覺得是1 因為剛剛題目有講到說 就是是用嘆調 那其實嘆氣 應該是嘆氣而已 那我覺得3跟4應該就是 不是答案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說 可能是因為1 所以他才會有這樣子的 就是歌出現 聽中文的歌 好像他已經被人家背叛了 所以他會唱 男人不過是衣中小錢得晚 有點這樣 所以應該是被人背叛 悲痛欲絕 對 我是講覺得 對 我是拉過這首歌 但是我是卡在 我不太懂那個4個中文的意思 但我會選的是 類似勾引 就是有一點點勾引人家的一首歌 是有一點在玩 就是我在拉你 我在推你 我在拉你 因為我們在拉的時候 老師就會叫你說 你就真的是把它當成一首 你就是用這首歌來吸引人家 但是我不知道這個是屬於哪一個 吸引就展現魅力 可是他對感情很獨鍾嗎 是很重視 就是說我就是想要抓你 他會專情嗎 專情 專情就是針對你一個人 對 他會專情 對 那你這樣講就應該是情有獨鍾 展現魅力 我會選擇三 對 因為他又有魅力 可是他對男生也很專情 就是我就是要用小提琴 用唱歌 用這個音樂來抓你 可是有很多人會喜歡你 好 大家討論討論 不一定的 請公布正確解答 3 情有獨鍾 展現魅力 情有獨鍾 展現魅力 好 OK 那實際上拉這首歌的時候 他的心情是什麼 對 他就想招鋒一點 可是他對男人只有情有獨鍾 這首經典歌曲為劇中第一幕出場時 所唱的勇漢調 面對諸多注意他的士兵 他指心儀專心擦槍的何希 大家都說卡門是盪負 卻不知道 剛開始他也是情有獨鍾藝人的 接下來讓我們欣賞 VBOX與小提琴的另類結合吧 我一言 你 你 我 motivated 好棒 谢谢 谢谢 蛮厉害的 每一个马上就现场的单击 真的有实力 不过这也逃不过要到失败区 来 刚刚两位过关的其他到失败区 平时对戏曲有涉猎的周静怡 培养出了音感 这时候派上用场 成功晋级 接着上场的第二组中 政治大学的罗紫阳 曾有同学在金头脑拿到哑军 今天他就是来替同学复仇的 请准备 起初题 请问 学理上 有一种被昵称为公主病的症状 是以下哪种疾病 一 金钱症候群 二 纤维肌痛症 三 子宫内膜异味症 四 偏头痛 请作答 有选一 有选三 有选四 选择四的是周沛凡 周沛凡对不对 你选偏头痛 是知道的还是猜 因为我觉得那个症状跟公主很像 就是有公主病的人 他偏头痛吧 他可能就会要求你 就他自己不愿意做什么事 然后叫别人去帮他做 或者是那个跟公主病感觉有点像 所以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偏头痛 但是我没有什么那个根据 好 罗子杨选三只有你一个 是 我选三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公主是想 想说是跟女性有关的 所以我选了三这样子 是 选择一的是金钱症候群 宇安 因为我觉得像 因为女生旌旗来之前 就是可能会比较 躁欲比较暴躁 然后就会很像公主病的女生 所以我看到这四个选项 我第一个联想的就是 目前大家都猜的 我向各位报告 大头病是一个形容词 但是公主病是真的有这个病 是哦 那他是有什么症状 我向各位报告 大头病是一个形容词 但是公主病是真的有这个病 是哦 那他是有什么症状 那就是二吗 常常讲你大头病是形容嘛 对 公主病不是他装公主 那叫人家是哦 他是真的有这个病 所以一定这个病是成立的 是真的有这个病 是公主会有什么病 他是一个病症 所以我说他们都没猜中 不是吧 对 就是他好像没有什么原因 可是他就是一直觉得 自己全身痠痛 对 所以你会说一天到晚 同教理做出的痛 你公主啊 就是公主病 其实公主病是真的有这个病 那我现在也有点 你已经快了 你是皇后病 选择一 三 四 请公布正确解答 二 纤维肌痛症 没人选择了 这种被昵称为公主病的纤维肌痛症状 目前成因不明 女性的发生几率是男性的七倍 患者在抽血或是X光等检查 都是正常的 却会有肌肉疼痛 疲劳 失眠等症状 常被误解是无病呻吟 因此被称为公主病 第二组同学 踊跃表达自己意见的精神 值得鼓励 但究竟还是全军覆没了 而第三组中 台湾大学的徐仲伟 要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中 拿到奖学金 可见他也是具有相当优异的实力哦 请准备 请出题 绝对领域是一种日本主流社会 也使用的玉宅族四文化用语 日本更有一间广告公司 将广告语或厂商logo 放置在绝对领域 造成奇特的宣传手法 请问 绝对领域为身体的哪个部位 一 比基尼上方的胸前 二 二 圆领踢上围靠近锁骨处 三 群与膝上袜之间大腿位置 四 短板踢与热裤肩支腰部 请作答 好 有选一 二 三 没人选四 比基尼绝对领域是哪个部位 比基尼上方的胸前 比基尼上方的胸前是哪里 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事业线吗 比基尼上方的胸前 比基尼上方 上方 选一号的旅姓弦 你可不可以解说一下 你选这个比基尼上方的胸前是指哪里 我觉得比基尼上方胸前如果做广告的话 应该蛮吸睛的 就是胸部就对了是不是 你讲的是胸部对不对 确实我们做活动都会贴 都会贴一个东西在这边 所以这个是绝对领域 这一章来揣摩应该是一 应该是 请 选择二的孔祥科是吧 你好 你好 就是我只是想说就是 这个地方看起来蛮性感的 说鼓这个就绝对你 你也是孔家第一 我是75代 75代 所以那是有孔医师 孔老师 你认识吗 我认识 他是74代 爸爸 爷爷那一辈子 对了 他是我爸 本周比赛握骨藏龙 在节目中表现出色的孔家班 再次前来踢馆 相信大家对孔家班的表现 印象十分深刻 孔祥科的父亲孔帆景医师 曾拿下冠军 而伯父孔帆君 一在国小老师那次比赛 杀性决赛 至于孔祥科的表现 会如何 也请大家拭目以待 那是你爸爸 我 你爸爸这么优秀 你为什么不敢讲呢 因为他太优秀了 我就不敢讲 因为我懒 就是我怕就是 大家会觉得我好像很强 但是其实我没有 你好 黄医师 来来 麦克风给他一下 好久不见 你会选什么 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儿子知道 他说是三 三 旁边是儿子 你好 就 网路上 网路上我看到有人说 就是在那个地方 贴楼梗让别人去看 哪里贴楼梗 第四 就是大腿附近那边 群以膝上袜之间的大腿位置 在这个位置差不多吗 对啊 原因我也不知道 知道我爸妈怪怪的 还是你知道不敢讲 因为爸妈在马驴怪怪的 所以天内侧外侧呢 前侧就是 就是眼睛一定会去看的地方 所以这个就去 最能吸引视线的地方 对 但是这里 我真的不会想到会是在大腿这边 对啊 好 但是他已经讲了 在网路上有看到 而且真的是有选三 选三 徐仲伟 我就是好像有听高中同学讲过这样 我名字为什么叫绝对领域我不知道 可是因为感觉日本很多女生都 高中生裙子都穿很短 然后又一定要穿很长的那个黑长袜 然后中间露影块会不好 有道理 有道理 谢成达呢 你有看过吗 我没有看过 可是我是在二跟三选择 因为我觉得锁骨也蛮性感的 不过 真的单纯以他自己的兴趣为主 这个就是爸爸有来跟没来的好处 爸爸来他就不该这样讲 爸爸没来可以 所以很多人验证三 包括你的哥哥 你弟弟啊 弟弟 但是你弟弟是选三 我弟弟是宅男 所以他知道 1 2 3 对领域 请公布正确解答 绝对领域一词 最早出现在动漫中 后来日本御宅族将其引申为 能让男性看到美丽梦想 迷你取 与膝上袜中间那若隐若现的美丽肌 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领域 现在有许多商人 也会用这个地方来做广告 孔家班果然优秀 连在厂下观摩的弟弟 也如此树叶有专攻 但姐姐的一句话 却着实伤了三个人的心 我们弟弟是宅男 所以他知道 我们弟弟是宅男 所以他知道 一续我弟弟是宅男 所以他知道 不仅伤了弟弟的心 连旁边两位帅哥 也无心应战了 看到前三组的表现 今天的答对率明显相当低 在昨天表现相当优异的第四组 能否一扫阴霾呢 请准备 请出题 马来西亚美食 娘惹膏 非常受到观光客的喜爱 请问 娘惹指的是什么意思 一 中马混血女性 二 中国移民女性 三 马来西亚女性 四 越南移民女性 请作答 四 三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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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人选文君 你选择中马混血的女生 为什么 我觉得混血比较漂亮 所以我想说娘惹可能 怕招惹到吧 所以我觉得女选一 对 就实际上因为混血很漂亮 你娘惹很怕你招惹到她就对了 娘惹 可是有四个马上举这么快的牌子 好 赖之星 比较少说讲话 主持人好 你好 因为我去过马来西亚两次 然后还有去过沙巴 然后发现马来西亚非常多 就是中国移民 对 因为他们的华人比例非常高 对 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是二这样 所以你不知道娘惹的意思 对 我不太知道 我只是觉得就是住在那边 就是因为跟中国比较多接触这样 对 所以是中国移民的女性 对 谢谢 张世伟呢 你的解说呢 我是用就是善去法 因为就是 因为刚刚有讲到就是 娘惹高嘛 那高的部分可能就是中国传来的 所以我就先把三跟四就先删掉 这样子 然后一般来讲娘的部分 可能又是指就是老婆妈妈 所以我就会想说 他可能是嫁到马来西亚这样 所以我选二 你几乎都是猜嘛对不对 对 黄森有没有什么解答 因为我有一个同学 他是马来西亚的那个华侨 所以我记得他有跟我讲过 娘惹高这种东西 他本来就是中国的东西 只是混用当地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移民女性 所以中国移民过去之后 发展出来的娘惹高 对 选择一跟二 请公布 正确解答 中马混血女性 不是中国移民来的女性 在其他人答案都跟自己不同的情况下 文君依然坚持解键 在精准的推理能力之下 更可看到他过人的自信 最后一组登场 承大了林怡婷 昨天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但台义大的廖伟浩 今天将向全国观众 证明自己的实力 从小到大的成绩其实都还不错 然后也考上了建国中训 然后大学上了政治大学的资讯管理学习 然后因为其实兴趣不合 然后那时候成绩也不太能运动 然后所以就决定转学考 然后也考上了台义大广电 然后在台义大广电 努力的在圆梦 然后希望能够调自己的梦想排进 学长啊 平常在学校的表现也很好 然后也很照顾我们 然后相信学长在这次的比赛当中 一定能有很好的成绩 学长加油 就是很开心 这次有机会可以参加镜头 然后因为我也很喜欢打篮球 然后在学校也是篮球社的社长 在西兰也有担任过队长 然后希望就是可以在比赛中 就像我们自己在打篮球一样 能够发挥我的机制 然后就是会不会成效 然后最后拿到冠军 担任篮球队长 有领导能力的廖伟浩 面对各校的强敌 能达成目标吗 请出题 相形文来自于图画文字 它是一种最原始的奏字方法 请问 下列哪一个字 不是由相形文字演变过来的 一 草地的草 二 鼎立的顶 三 河流的河 四 乌云的云 请作答 选择三的 就是前两个先删掉 草的原因是因为它应该 古时候不是这样写的 就是有草簿 然后所以就是 可是如果直取上面的簿首的话 它是就是是相形 所以它一定是相形 硬也是一定是 对 然后就是 荷的话 它有很多的簿首可以换 可以换成就是形生制 比如说它加人字房还是荷 就是就是如荷的荷 然后加水字房是河流的荷 但是云下面换的话 不一定这样念 比如说下面换成田是念雷 所以它就是不会拿下面当成阴 就是对 我的意思是这样 就是可可以当阴来用 但是云上面的雨 云上面的雨可以用来有意思 但是下面不会影响它的声音 所以它还是有相形的存在 你的云还是有相形的存在 河对的比较没有相形的存在 因为它加个口就变 加个人字房就变如何的河 对 加个口呢 加个口 河在哪里 河 对 河不是有一个字吗 对 就还是念喝的音 对 选择四的呢 林怡婷 对 我刚刚本来是觉得 就是我觉得 那个三跟四都很像形身字 然后我也是在想 然后我就觉得 因为我觉得云看起来比较复杂 所以我就想说它可能就是形身字 河可能跟原本的形比较像 但是我觉得我刚刚有点被旁边的同学说服了 说服了这样 对 请公布正确解答 三 河流的河 恭喜廖维浩以及杨彩青 廖维浩果然厉害 接下来的比赛中 他还会有什么精彩的表现呢 本组资格赛结束 总计20位同学落入失败区 在待会儿的败部复活中 将有三位遭到淘汰 他们能否赶紧恢复应有的实力呢 现在好像那个失败者都不太正眼看我们 因为我们找他一聊 可能下一个就是他了 对 真的是不想 完全不想严禁对我们的 是是 通常在看前面 但是今天的时长会不会对孔家比较有 孔想 不要 摇筒 很认识在摇筒 你爸爸要交代 你爸爸跟你阿伯 跟你大伯奖 说来这边参加 不要自动举手 有 果然你看 昨天就有一个自动举手就回家了 今天有没有人要举手的啊 罗子杨 是 就读重大金融系的罗子杨 不只是系上的高材生 这次参赛更有输不得的使命感哦 你现在大几 大三 大三啊 什么科系啊 政大金融系 金融系 所以金融题目应该OK了 如果有性抽到的话 为什么想举手呢 因为我想说 大家都好像觉得举手就好像一定会被淘汰 我想要试试看 你为什么来报名参加 是有家里看到还是有同学曾经来过 或有同学推荐 我有一个同学 他之前有来上过金融纳 他就是前进 不知道各位认不认识 前进 前进不太熟 哪一个 不是 瓜哥真是爱说笑 在大学系会长比赛中 表现抢眼的前进 最后虽然只拿到亚军 但在网络上可多了不少粉丝哦 罗子杨能否替前进完成使命 夺下冠军呢 一到十你选一题 九号 九号题 是生物题 哇 生物题 应该可以啦 生物它有设立了 既然就是用于自己来报名了 好 请准备 请出题 请问 麻穴在地面走路时 为什么是用跳的 一 随时准备起飞 二 双脚协调进叉 三 脚关节无法弯曲 四 用跳得比较快 请作答 我选择一 随时准备起飞啊 因为我觉得四比较不可能是答案 然后如果是三个选项来选的话 我会比较倾向于选择一吧 是 你觉得四比较有可能 四比较没有可能 我觉得 比较没有可能 用跳得比较快是太扯了 用跳得比较快是 因为很多鸟下来它其实还是会走 对 可是你看麻雀都这样 对 它是跳的 会不会是没有脚关节的 这样的话三也是好像也是很有可能的答案 有脚关节才能动 它可能是没有脚关节才能动 也不一定错了 请公布 正确解答 郭子洋能否顺利晋级 朝夺冠之路迈进呢 不过他讲的随时准备起飞也不一定错了 请公布 正确解答 三 脚关节无法弯曲 脚关节无法弯曲 要不然他一定可以走了吗 麻雀整个后肢肌肉分布在骨部与颈部 整只脚只有肌腱 因此能稳固抓住树枝 后肢没有任何关节救 导致所有关节不能弯曲 因此麻雀没有行走能力 可惜啊 这么优秀 道歉了 真的不要举手啊 各位 我想我不再问你们要不要主动了 千万不要举手 千万不要举手 真的 那你要跟前进说什么 各位也没办法完成你的梦想 我很对不起 好 谢谢 谢谢你 罗子洋 好 谢谢你 谢谢 有点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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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说 因为前面几个志愿 他们都没有成功 然后我想挑战自己看看 可惜 这次还是失败了 每天拿到十万块 我下次一定会再来挑战 下一位抽到的陈振威 是金头脑的忠实观众 最大的心愿 就是希望能活下十万 很高兴今天振威有这个机会 来参加金头脑 以她平常的努力 相信她今天应该会有很好的成绩 目标拿到十万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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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上节目是因为Janet吗 因为我自己就是本身还蛮喜欢看这个节目 就几乎一到五我都会看 对 然后就觉得 就是如果自己能够来上来 就是答题 就是也是还蛮新鲜的这样 陈振威请就位 成功大学代表 123456780 请选 我选7号 7号 什么题 美食的历史 美食的历史 美食历史 请准备 请出题 意大利人 发明了卡布奇诺泡沫咖啡 请问 卡布奇诺咖啡的灵感由来为何 一 婴儿的背带 二 修饰的道袍 三 新娘的白纱 四 服务生的领巾 请作答 我选2号 修饰的道袍 卡布奇诺 修饰的道袍 他 应该是意大利文吗 对 是意大利文 修饰的道袍 道袍 你是推理的吗 因为 我觉得就是意大利是在欧洲那边的国家嘛 然后欧洲的话 教堂很多 感觉就是比较多教堂 所以 修饰也多 对 我就选2号这样子 就是以英文的字来讲 因为卡布奇诺里面有cap 这个字 很像是帽子 然后好像他们的衣服是那种 有帽子 所以我刚刚也在想说应该是可能是2号 达文西的密码不是 对 对 就有戴那个大帽子嘛 那个叫做cap 然后cap也是在cappuccino里面 cap 还有别的解释吗 我觉得应该是3 3 所以我是以形状来看 就是它是 上面是奶泡是蓬蓬的 然后跟新娘的白纱有点像 而且每次讲是cappuccino 就是很开心的样子 新娘要结婚了 可是他讲的话可以有 英文来讲 这个是有帽T的感觉 对 可是卡布奇诺应该不是英文 所以应该不会是兴趣 对 那不是英文 对 但cap cappuccino是帽子的意思 对 类似 好像 新娘也有 婚纱的 那个是Vail Vail 也有 那服务生的 领巾 领巾 看起来好像硬凑出来了 选择的是2 修饰的盗袍 对或错 恭喜 难耶 神工大学的果然厉害啊 你刚刚是 是猜的比较成分多对不对 对 我心脏都会跳出来 真的来这边很紧张 我是说建议制作单位啊 真的 下次办大赛的时候 真的倒跟那个心电图 你看那个心电会跳多快 真的是五花五波比 身为忠实观众的陈振威 在答题上 似乎掌握得到制作单位的逻辑哦 创设于1525年后的圣方纪教会 他们的修饰都穿着褐色道袍 头戴金钱的帽子 意大利人觉得这种图式很特殊 就给他们取了cappuccino的名字 后来他们又发现 浓缩咖啡和奶泡混合后 颜色的搭配就像修士川的道袍 便将其命名为cappuccino 目前就读实践大学进修部的徐湘芸 在工作之余还要念书 认证他曾拿过班级前三名 才能申请的奖学金哦 你们来上节目不就挑战吗 为什么每次叫你们步伐变很沉重 为什么 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啊 对 怕什么题目啊 生物题 历史 历史啊 还蛮多的 历史弱啊 还是 对 历史不好 是中国历史不好 还是西洋的历史不好 都不好 那数字呢 还可以 还可以 你知道我们快问快答 多多少少还是以为有这些题目 我知道 好 来 加油 你是怎么来参加节目的 是朋友介绍 自己上网 朋友介绍的 那你是第几期才开始看 我 我没有看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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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不是 你说你历史不好 我忘了跟你讲 我脾气不好 我脾气不好 来 请选择 4 4号 什么题 是动画 动画 动画题 动画题 请准备 请出题 进集的巨人 是目前日本当红的漫画 请问 下列变述 下列叙述 何者为非 1 巨人可以再生 2 巨人的弱点 为心脏 3 人类用三道高墙 阻挡巨人 4 巨人会捕食人类 3 请作答 4 巨人会捕食人类 进集的巨人 全球销售超过2000万本 在今年造成一股旋风 成为目前最红的漫画 也是大学生必聊的话题 如果这题答不出来 那就跟不上流行了 我们这边讨论的非常非常的热烈 这个动漫是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的 没错 巨人不会捕食人类 好 举好快 大家都举很快 来 请说 这个答案应该是2 她弱点不在心脏 她弱点在脖子这边 是吗 还是说她的弱点是巨高 没有 她的弱点就是脖子这边 对 然后他们 对 她的漫画就是要用一个机器喷上去 然后到巨人旁边把这边砍掉 她就会死 她就会死掉 她就会蒸发掉 所以巨人可以再生 可以 什么意思叫再生 死掉还可以生 就你可能把她手砍断 她手就跑出来 所以除非从脖子后砍断 她就不会了 就她走这个地方你砍了 她会死掉 一老用一用 她捕食人类吧 对 她是 她不会饿死 但是她吃人类就只是为了杀 就是为了杀人类 所以人类才会跟她对抗 才有剧情 不然她跟谁对抗 对 然后人类是用三道 这个什么 三道高强阻挡巨人 因为巨人要抓人类的时候 她要阻挡 对 她叫进步的进 攻击的几 叫晋级巨人 晋级巨人 她选择巨人 她选择巨人会捕食人类 对或错 错 正确解答是 2 巨人的弱点违心脏 所以你砍她心脏没用 她还会再生 只有这一块 叫做这个叫松板珠这一块 这一块杀了她会死 湘云 有什么话要说话 没有 没有 我会好好看节目 没有啦 我们也不会怪你 没看就没看 很实在 不要说为了来说 我有看过 没看就是没看 对不对 过去都不算什么 从今天开始要看 好 因为我相信你是说话算话的 好 希望下次还可以再来 我没说话也算话 好 谢谢湘云 谢谢 成为第二个淘汰的 现在 有点难过 因为被淘汰了 真的很好玩 我下次还会再来 紧接着上场的蔡正麟 可说是奖学金猎人 光奖学金就领了20分 成绩超优异的她 会是今天最后一位淘汰者吗 我觉得这个节目非常大 这次是我主动帮她报名的 我相信她一定有这个实力 把十万块带回家 一 二 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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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学校 教大电机系 教大电机系啊 嗯 怎么会来参加节目 一开始是 也是爸爸妈妈推荐我看 你的小孩子不一定 听爸爸妈妈的话 对 可是我 他问我要不要来参加 然后我就想说 好啊 因为我之前在家里的时候 好像有在 就是听到他们在看 嗯 就是什么 戏学会会长那一集 嗯 然后后来他们 他问我之后 然后我就去 网路上看一下 然后就决定来参加 天下父母心 都总结了自己的子女 平常在课业上面 他们不知道学的 就像我们为人父母 就不知道小孩子 现在念书念到什么程度 对 其实爸爸妈妈叫你们看 第一个是吸收知识 第二个希望你的报名是想 从电视上看到你的程度 在哪里 其实是在这里而已 你知道吗 要好好努力 让爸爸妈妈放心 其实答错 你言之有无 爸爸妈妈也放心 说这我们小朋友 家里小朋友这个有组件的 不是什么都是用猜 什么都不知道啊 对不对 但是你愿意来 我就觉得很厉害了 你爸爸妈妈也很开心 我觉得 你要选几号题 1 2 3 5 8 10 我选3号 3号题 3号是美食 看你的身材不是很爱吃 对 你很跳吗 还蛮爱吃的 蛮爱吃的 就是吃不胖的那种 有 现在升大学之后 又比较胖的 好 美食题 请准备 请出题 请问 我们常吃的牧须炒面 其名牧须指的是哪一种食材 1 蛋 2 木耳 3 笋丝 4 红萝卜 请作答 3 2 1 我答案是 3 笋丝 你为什么猜笋丝呢 因为我觉得 就是一条一条的须 听起来就像一条一条的样子 木耳绝对不是 因为木耳 木须不会这么直接木耳 不能做面吗 炒面 它是 这个是一个材料 加上面一起炒 它不是面 那为什么木耳不行 你把它切得细细的 外国 日本 这是 应该是日本来的吧 我一开始是想 想是木耳或是笋丝 因为我觉得应该不可能 然后四就很少看过 红萝卜会炒面的 木耳当然也有切丝 也有 木耳一般料理 不会这样的料理 还有没有人吃过 你 周静怡 来 请 我们家就是 我妈很爱吃木须炒面 他去餐馆都会点这个 这个木须炒面 是日本来的吗 名字 我不知道 可是就是 是木耳 是木耳 黑木耳 黑木耳 叫木须炒面 还有没有别的 黄生 请 因为有一道满洲菜 木须肉也是蛋 肉丝跟木耳一起炒 所以我觉得共同点就是木耳 木耳 因为满洲化的蛋不是木须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木耳 你是因为吃过这个面 所以知道 我吃木须肉 木须炒面我不爱吃 因为它就是有木耳 木耳是好东西你不吃 没有 我喜欢它弄成羹汤 不喜欢弄成面 所以加上这个同学 周景也说家里常吃啊 几乎餐餐吃 妈妈爱吃啊 木耳好东西啊 前几天 你家人有陪你来吗 有 在那边 他们也会 妈妈 这是妈妈 你好 前几天我 你好 刚回家 我妈还 就是弄了一盘木耳 然后在那边 然后好像是家酱有吃 那我就 一口有吃 一口不是 木耳好东西啊 木耳是最健康的 木耳很好 很营养啊 可是妈妈知道木耳 也叫木须吗 不知道 爸爸 爸爸比较会知道 爸爸呢 爸爸在那边录影 好 瓜哥好 主持人好 你好 你知道木耳是木须吗 我不知道 现在应该可能知道 还没宣布答案 还是你会选其他的答案 我自己去猜笋丝啦 不过还没 还没宣布答案之前 都不见得是错的 他选择的是笋丝 但是同学们一次讨论是木耳 笋丝对或错 錯 正确解答是 一旦 全场同时 你知道全场是 这个发生什么事啊 每一个人都说 黄生 黄生刚刚有讲 黄生刚刚讲 有蛋 有木耳 还有肉丝 他觉得不可能是蛋 所以 所以很想我的满洲话 要好好再学一下 所以不丢脸啊 大家都错 这题要统统淘汰 而且每一个人就是 非常的肯定不是蛋 那个还是都每天在吃的 对 因为我妈在就是吃这道 第一次吃这道的时候 我就让她说 木须 吵一木须是什么 她就跟我说 你很笨耶 就是木耳 多么令人震惊的答案 但这道全场没人知道 甚至连电视机前周静怡妈妈 也不敢置信的料理名称 是怎么来的呢 木须 其实是木稀的物用 木稀花即是桂花 但黄白混合颜色 就像桂花 从前北京城内 有众多的内饰 因此为了这些烟人 便忌讳说蛋这个字 不不说蛋花炒面 而是木稀炒面 过去在公中里面 对 太监没有那个 所以讲到这个蛋 他会很气 对 我们吃蛋吃蛋 所以不敢在公公前面 讲这个蛋 但是结果那个颜色加加起来 就想个很好的名字 对 就叫做桂花那种感觉 就叫木须 这样知道了 原来是中国老祖先搞出来的花样 对 所以这比较是美食 历史 对 我就希望抽到刚刚那一题 哪一题 荆棘的巨人 早知道就早一点被抽到就好了 可是没有 你如果抽到 你也不见得会选那一号题 因为不知道它买在哪里 也是 对不对 题目选项很重要 要运气 真的也要有点运气 谢谢你来参加 谢谢 今天有学到什么吗 我觉得 就是跟一些 原本不认识的参赛者一起互动 的过程还蛮有趣的 我觉得来 对你的人生 就是留下一个怀念 而且对于这个回答问题 跟 有点训练一点 对 我觉得很重要 我觉得爸妈妈妈 是希望你能多走出来一点 而不是那么样的避暑 你爸爸很放心你 可是他希望你更好 对不对 是 有什么话免离你儿子 没有 你是最棒的 你是最棒的 妈妈呢 妈妈要讲什么 对啊 他是最棒的 在我们心目中 他永远是最棒的小孩 是 好 谢谢你 谢谢 蔡正明 谢谢你来参加我们节目 谢谢 总共今天淘汰三位 所以我们还有24位 进入明天的赛程 金头脑明天见 交代了蔡同学 千万不要惊勒 遇到这样的难题 你可是虽败有容啊 虽然是失败了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从失败中 得到了这个知识 获得这个知识的了解 有机会的话 我们还会再来一次 谢谢 至上最刁钻的难题出现了 难度更上恶魔纽弹 你觉得解决会过关吗 希望可以 你觉得我们听不难吗 有些难道的可怕 他讲话还蛮实在的 有些根本不是难 可以希望 第一批上太空的动物 是什么 请锁定明天晚间十点 超市金头脑 接下来播出 爸妈炯很大 您现在收看的是 超级电视台 这次节目 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